- 你的小故事,我的大新聞,歡迎收看Petbo公民新聞報。 放暑假了,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很值得一看的展覽。 日本平面設計師福田樊雄被稱為是視覺的魔術師。 他擅長構築視覺上錯覺的效果,讓整體畫面看起來重疊轉換, 創造出生動而且很有趣味的效果。 高雄的博爾展覽館現在正展出福田樊雄的設計展,一起去看看。 那台灣其實也比較少有日本的一些設計師進來, 比如台灣的人對日本設計師的了解其實沒有那麼深, 比如說我們講福田樊雄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, 說我們希望回饋高雄的市民,讓他們可以看到一個大師級的人物, 他們的一個作品,那我們可以透過跟作品的對話, 然後去從中找到一些老師他想要表達的東西。 那這個門呢,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斜的門喔, 那這個門它其實是這個,從我們這個角度看過去之後呢, 它其實是在講的是老師他們家。 那老師他們家為什麼門要做成斜呢? 它上出特殊的設計。 那也因為這個設計讓它非常的自豪, 也就是說當你從這個門裡面走進去的時候, 把那個小的門打開,它裡面卻是個牆壁。 那也就是說呢,它有一種錯視的概念, 引導你誤以為那是他的家, 你就會往裡面衝進去。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看。 看上半部呢,好像是裙子。 但是當出現下半部之後又出現了, 褲子。 然後我們就感覺是像是一個辦公室的感覺, 然後下面出現了兩隻男生的腳跟一個女生的腳, 好像一種三角關係在這個辦公室裡面。 每個圖都指定指一個方向, 但是那個方向並沒有真正給某一個人一個答案。 可能裡頭有各種不同, 就是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。 接著鏡頭要帶觀眾朋友到台東。 公民記者關心他的故鄉大坡池的整件狀況, 要提出他的觀察。 大坡池大概二十幾年來, 它的整件好像牛布話一樣。 感覺沒有它那個綠竿見影的效果。 開始整件,結果多了兩塊那個, 大概在大坡池上面是一面積那個大石土方。 上面是有弄一些什麼露營漆啊, 或什麼糧亭啊那些啊。 不過那些地方是根本沒有人要去啊。 就讓它就一直裝備有沒有。 裝備了以後,就讓它是怎樣。 現在那個荷花,因為太多了。 之前那個荷花大概是在大坡池的東側那裡有一小塊。 然後慢慢慢慢這幾年, 它蔓延的速度非常快。 現在,相公主要想辦法說, 能夠讓它不要那麼多, 範圍不要站那麼廣。 公民記者告訴我們, 大坡池就像是花冬重骨的明珠, 也是它年少時候重要的回憶。 真的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好好重視跟維護, 不要讓這一顆明珠越來越黯淡。 關心您家鄉的事物, 期待更多人透過公民新聞平台來反映您的意見跟想法。 而八八水災即將屆滿週年了, 我們知道八八水災的點點滴滴, 一直是佩伯公民記者關心的重點。 八八週年前戲, 我們也特別舉辦了八八週年佩伯公民記者觀察員的活動, 邀請所有的公民記者朋友們, 拿起你的攝影機, 重回到災區現場, 提出您對災區重建觀察的點滴。 期待更多人一起參與。 佩伯公民新聞報, 我們下次見。